孟华路六大美女 个个几乎脱离滤镜出镜 谁更美一目了然 古江剧示威的当下 孟华路的播出无疑是起到了旧时的作用 这部剧上线五天拿到了8.8的口碑高评分 但并没有像风起鲁星一般 有口碑没热度 这部剧作上线后稳居热度榜首 且累计播放量超过6亿 陈晓和刘亦菲的合作可谓是满足了所有的观众期待 两位古装男神女神 光是站在那里就让人觉得赏心悦目 虽然陈晓不像过去看起来那么少年 却也依旧是颜值扛大的古装男神 每一个眼神都让人心动 尤其是其饰演的顾千帆 看向赵盼儿的眼神都能拉丝 孟华路得已成功 不单单是剧情好看 更重要的是这部剧作选捷 用心且精准 每一个人物都与设定完美契合 不仅如此 还都是美得亲人心脾的高颜值 尤其是剧中的六大美女 个个几乎脱离滤镜出镜 即便脸上的下次清晰可见 谁更美也一目了然 第一位 柳妍 孟华路这部剧作让更多的观众看到 柳妍才是被低估的实力派 以往无论是在现代剧或是古装剧中 柳妍都是凭借着自己的好身材出圈 越是性感 越是吸睛 但是这一次 柳妍在这里鼓得隐隐实实 还饰演了一个性格泼辣的妇女形象 孙三娘的遭遇十分悲惨 被自己的丈夫抛弃 也被儿子嫌弃 万念俱灰选择投合自杀 她表面上看起来很刚强 但实则内心也有油软细腻的一面 不同于宋颖章的大条 无脑 孙三娘总是能够第一时间发现赵盼儿的不对劲 静静头像 柳妍的法令纹十分明显 泪沟和脸上的瑕疵也挡不住 但即便如此 她与这一角色的适配度也是堪称满分 剧中的孙三娘已经为人母 与现实生活中即将步入中年阶段的柳妍年龄相放 因此观感并不违和 第二位 林允 由于早前林允出演的现代剧作比较多 因此在梦花路中以古装扮相出场时 不仅拥有绝美少年感 还多了一份古典美女的韵味 尤其是抱着琵琶弹奏时 浑身散发出来的忧郁气质 当真是美得让人过目不忘 不过宋颖章这一角色颇有几分恋爱恼的味道 在不了解周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时 就仓促地嫁给了她 不但被骗婚 还被虐待 当自己身处险境时 也不像赵盼儿一样 能够清醒 冷静地解决问题 只会一味地承受 如果不是赵盼儿的帮助 宋颖章或许要被周舍一直圈禁 从前期剧情来看 宋颖章直直到诉苦 遇事就哭 的确不怎么讨戏 不过人物后续的成长性更具看点 也不影响林允在剧中的扮相的确很美 简单的浮化道和发型装扮也能给人一种破碎的美感 第三位 于梦涵 在剧中出场时间不长的于梦涵 饰演宋颖章的丫鬟 银瓶 这一人物从出场时就与林允同框 让人感受到了足以碾压主角的气质和美感 就连丫鬟都能美得如此出跳 更能够看出这部剧作的选角有多么的精准 于梦涵的美没有任何攻击性 但气质十分清冷 如果不是因为人设已经浮化到稍显寒酸 反倒给人一种大小姐落难的即逝感 虽然不少观众对于梦涵还是陌生 但这样的高颜值再加上梦华路的大祸 有望助力其人气大造 第四位 佳奈 在梦华路中单单只是看剧照 就美得让人挪不开眼睛的张浩浩一绝 由佳奈扮演 这一角色的讨喜程度仅次于剧中的女主 作为东京的花魁 想要演绎这一角色 必然是要有让人惊鸿一瞥 倾国倾城的颜值 意欲风长相的佳奈本就是新疆美女 从佟丽娅到古丽娜扎 再到迪丽惹巴 个个都是美人 同为新疆姑娘的佳奈 立体的五官 高辨识度的长相 也足以称得起绝世美人的形象 张浩浩虽然是东京花魁 但她不同于《伊万古装剧》中塑造的 青龙女子只有妖媚的气质 实则内里空无一物 张浩浩不但独立自强 对宋尹章更是青睐有加 并不担忧自己的花魁之名会被对方抢走 反倒是互相欣赏 很是讨喜 第五位 佳泽 在《雪中汗刀行》中 饰演花魁的余又微的佳泽 这一次在剧中饰演高家独家女高慧 人物出场时巧笑奄然 的确是有大家闺秀的风范 出条的身高和温柔的气质 很难让人将这样的形象 与蛇蝎美人联系到一起 但佳泽饰演的高慧 又的确是一个狠角色 她从不显露自己的城府 但却能悄无声息地 挡在自己面前的人一一铲除 尽管她表面上告诉欧阳 自己不介意她娶妾 她目光如炬 死盯着欧阳旭的眼神 仿佛要唤穿她的心思 所谓的美人笑里藏到 就是形容佳泽誓言的高慧 表面上温和油染 内心却很拉如刀子 不过从这一人物的设定来看 后续很有可能因为说话不过脑子 牵连自己的家人和欧阳旭 第六位 刘亦飞 梦华录中当之无愧的第一美人 必然是主角刘亦飞 神仙姐姐的称号的确不是说说而已 从神雕侠侣到梦华录 刘亦飞不过是看起来比以前成熟了一些 脸型微微发福 但这并不影响她颜值 放在古装剧中依旧是最能打的 刘亦飞饰演的赵盼儿一角 是剧中最坚强的女性形象 脉柔内刚 在古代背景下 女性的身份十分低微 她想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下去 难上加难 赵盼儿懂得利用自己的美貌 却又不出卖灵魂 聪明又清醒 在刘亦飞的诠释下 赵盼儿这一角色 完全如同是本色出演 凡是在画面中看到刘亦飞 哪怕是最寻常不过的服饰和装扮 也给人一种清冷疏离的美感 最离谱的大概就是这部剧作一开场 顾千帆手下的跟班 将其称为乡村野妇了 不愧是曾经拿奖拿到手软的导演杨阳 哪怕是剧中的一个小小配角 也会在选角时格外用心 刘亦飞国色天香的美 凌云的柔媚鲜弱 加奈的天生励志 推出这部剧作成为了近几年 古葬剧的研制巅峰之作 这才是真正扬眼的古葬剧啊